第四季节目 回来了 苗师傅 欧全 忙得一天了 累了吧 可不是 喝口水 解解渴吧 谢谢你啊 苗师傅 看把孩子累的 那 那个 苗师傅 我求您那事 那个事啊 欧全啊 那个事 恐怕我帮不了你了 人家李和心里头有人了 啥 吴科长可告诉我了 他可没对象 他说是谁了吗 那都没说 也许是关系还没挑明 人家不好意思说呗 不过我琢磨着 可能是他们的科长秦天亮 秦天亮 我说 这李和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你说的这个事啊 还真是大事 要不 找机会我再帮你问问 行 那麻烦您了 我 我先走了 好好好 保密局系统的人 确实不知道青年书店的背景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它就是国防部秘密安排的 潜伏特付的一个联络站 可即便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不掌握他们的联络方法和暗号 看来 只能等那个陈其中开口了 他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很难开口 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报告 进来 什么情况 所长 五人小组的电台又有呼叫了 这是电文 怎么没有译文呢 这一次不是密码电报 我们没有密码文 但是我已经密传为了北京 请专家来破译电文了 这个电文如果不立即递出来 泰山计划有可能失败啊 看来 我们只能等陈其中孤注一掷了 我们只能等陈其中孤注一掷了 放风四家走 拿到下车前我 才能这样到这边 你怎么知道 那天要提青年书店 沙平坝华夏路四号的青年书店 有谁去过 不许说话 只有你一个人有反应 你叫什么 华大和 我问真实的性别 我叫冯武德 陆军步兵学校 性别教头团的陆军上 陈其中 化名陈平 是这次行动的小组长 我们现在遇到麻烦了 是啊 多了这么大一圈 还想逮着我 别灰心 你什么都不说 他没有任何证据 只造了放了我们 放了 不会吧 不出意外 他们正在调查我们 他们查什么 我们当案全是假的 实在不幸我一个人扛 如果你要是出去的话 记住 赶紧上青年书店去报信 原计划 需要我们两个人 同时到达青年书店 去取一个密码本 现在看来 两个人能同时出去的可能性不得 结果 稀释你要是能出去的话 一定通知他们快着车 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你就跟卫兵喊说你卫兵不犯了 想支持冬药 卫兵就会把你带出来丹丹桥 长官 怎么回事 我多了个头 赶快送他去医院 白头 你来 二位长官 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好 说 那个青年书店 是国防部的一个联络站 街头人就是我和陈其忠 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才会得到一密码本 这些都是陈其忠亲口告诉我的 我告诉你们算立功吗 放心吧 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都会记在心里的 谢谢长官 谢谢书长 下去吧 邢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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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 在前面等我 你们先回所里 有时候向我汇报 李丁 听着 第一 我现在又找你保护 第二 有什么事你自己忙着去 向右转 目标军管会 起步走 这叫起步走 行 你有什么事 在海上 你 зем的 你跑去 启律 就是你 兄弟 我见 两位先生 想看看什么 不认识我了 您是 瞧我这脑子 您是郝先生 您来过 郝记性 这位是 陈平 陈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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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老敢在吗 今儿您来巧了 我们经理在 刚回来 您这边请 走 走 进来 经理 两位先生到了 请 二位请进 你到外面去照看一下吧 二位 请问有何贵干呢 我叫郝大和 本名冯路德 我 国民党陆军新编教导团上尉 隶属海南防总第二位军 陈平 本名陈其忠 陆军第159时少校参访 好啊 我都等了你们几天了 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呢 我叫刘依晨 伙计叫方炳生 我们来找你 你也知道是为什么 前些日子啊 我们只是过来探阳了 知道了 这个东西呢 小房子会给你们的 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和英组长取得联络 我呢 每个月给你们准备一笔活动经费 郝大和 你就以股东的身份一个月来一次 平时就不要来 以免引起共党的怀疑 还有什么别的情况 哦 对了 前几天保密局重庆站的江水洲来过 好像保密局的人听到了什么风声 我问过英组长 他没有下过关 那你认识他 哦 我倒不认识 小房子和他见过一面 不过江水洲不认识他 这个情况 我们会向组长报告的 嗯 没事就好啊 我就怕保密局的人从中捣乱 小房子应该把东西准备好了 你们去取吧 请 好 两位先生 既然是经理的朋友 就选两本书再走吧 好啊 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的 您稍等 稍等 两位请看 这是大林大众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 这可是不是好书啊 那 是的 那就谢谢刘经理了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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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走了 两位慢走 好 好嘞 好嘞 两位慢走 这套书以前我有一套啊 首长 我跟着您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我送人了 你们猜我送给谁了 和首长接触的人我大概都知道 是黄部长还是林正伟啊 都不是 颜天图 也怪我自己嘴长 有一回开会啊 我无意当中说出来了 他就缠上我了 非跟我要 这位首长我还真不知道 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对了 他就是啊 到苏联学习的那位军红专家 也就是马友怡以前的上级 这一走 好几年了 也该回来了 没想到这套书里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我真没想到 这个老鹰 会想起拿这套书来做密码本 白鸣 白鸣 把地瓜拿出来 天亮 一一 好 书长 你说他们为什么用这套书当密码本 这就是老鹰的独到之处啊 他用主席的著作来保护他们自己 你看 这是杭树 这儿是叶树 相对应的文字 就是他们的译文 天亮说得对啊 这种书啊 在国民党那边是禁书 即便是我们内线的同志 知道它是密码本 也买不到 更不敢把它藏在家里 老鹰用这一招啊 可是够毒的 嗯 首长 易出来了 老鹰指示 十二小时后回店 好 天亮啊 去安排回店 是 长官 重庆潜伏小组 已经和联络站接上了头 等待下一步指示 四号联络站有什么消息吗 有 他们证实陈平和郝大和去过 并取走了密码本 看来这第一只脚已经卖出去了 要想让姓顾的就范 下面我得两只脚一起卖 свои 顾司令 打扰完了 别来无恙啊 邱组长 紫白已经在你的手里了 咱们俩应该没有交道了 顾司令 说这话就见外了 下一步咱们还得联手行动呢 为了天下一号的保密期间 你还是把潜伏人员的名单和联络方式给我 尤其是那个老A 拿走了紫板 还要动我的人 党国的事业是怎么失败的 就是乡母拆台下半子 咱们为什么不能京城合作一次呢 要按你这么京城合作 还要我这个基地司令干什么呀 司令就是司令 没有人会取代你的 你手下不是有那些败兵吗 把他们组织起来 等有一天反攻大陆的时候 你杀回去 那是多大的功劳啊 我知道司令看待那些潜伏人员 就像心肝宝贝一样 不过没关系 你再好好想想吧 爸 你少抽两口吧 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现在就这么点念想了 以后的情况不知道了 爸 你对汪澜怎么打算呢 他要真是个鬼 那他坏的是老鹰的事 跟我没关系 他要不是共产党 那就是我埋在老鹰身边的 定时炸弹 好 我会看紧他呢 汪澜要真是共产党 跑不了 我会看紧他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 长官 你找我 你对重庆很熟悉 你告诉我这些框都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水厂 军工厂 这里是商业区 这是码头 那我就让军工厂先完蛋 让他们造不出枪炮 我看他们拿什么打仗 报告 进来 首长 有位同志要见您 谁啊 是我 什么 老伙计 盐天图 老伙计 怎么是你啊 没想到吧 你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派车去接你啊 你看用得着吗 外面啊 好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去苏联学习的军工专家 盐天图 首长好 好好好 快快 坐坐坐 我不告诉你们了 就是怕你们心事多重 我可是刚下了火车就到您这儿来了 那你应该休息休息 干吗那么着急呢 你看 还跟当年打仗一样 你嘴上说不急 其实你比我着急 首长 你喝水 好 谢谢 你去吧 是 简单说吧 马友义在长沙被捕的事情 我是了解的 我也能证明她是经过考验的战事 那段历史因为特殊 所以才空白 当时许多的证人和证验材料 都没有放到档案里 那是因为当时的证人中 都在搞地下工作 这可是党的补逼原则呀 原来这样 这事啊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这样吧 按照组织原则 我应该写一份文字上的证验材料 今天呢 就算是我先给你打个招 太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小马呀 这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他的每个节点 我都是了解的 嗯 另外 你和我办的事 有结果啊 哦 你们要找的那个德国军官来吗 我通过苏联的通知 找着了 现在啊 人关在苏联街里 这是他的交代材料 我都翻译过来 你们重点调查的原国民党国防不大 的确是他设计的 他交代了地下有暗事 他还凭印象画了张图纸 在这里 但有一点你们要注意吧 他只是设计 后来的施工没有完成 他就离开中国了 哎呀 老颜哪 这张图对我们太重要了 天下一号 关系着重庆的安危 如果不破解他 他还在十月一号爆炸 十月一号 这可是我们的建国日啊 对呀 郑保初的工作很重啊 我军在重庆军工厂 实验生产了一批新式武器 这是我们解放台湾 保证新政权的重要保证 我们不仅要保证安全生产 还要注意潜伏的 敌特分子的动向 好了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散会 友谊 你留下 友谊啊 你的老上级 颜天图同志到重庆了 老首长来了 他不是在苏联学习吗 他回国了 以后啊 就长期在重庆了 他来重庆 是主持重庆的军工生产 友谊啊 我非常想听听 你最近一段时间 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想跟你交流交流 我还是那个想法 找不到老薇粉碎天下一号的阴谋 不可能成功 不可能成功 嗯 我的意见跟你一样 你再详细说说 报告 进来 来 来 马蓝 你怎么来了 司令 您长官拿到天下一号子版之后 决定要对重庆的军工厂下手 是的 他要对军工厂下手 是的 就在刚才 您长官跟我核对了重庆的地图 好 这就是你在天下一号小组的价值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只要情报有价值 就证明我没有在天下一号小组白呆 好 你先回去 一有情况 马上报告 是 司令 他们要在重庆冰工厂上做文章 我们该怎么办 先他一步行动 绝不能让他抢在我们的前头 天下一号 是我们唯一露脸的机会了 司令 这样会很危险 舍不得孩子靠不着狼 郑通 给香港发报 通知特别行动组 对重庆军工厂采取行动 详细细节 由老A通知 是 证明材料 马友怡同志 1931年 经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自1929年到1937年 马友怡同志的直接领导 现书面证明起 1936年 于长沙被捕前后的情况 你好 此人是共产党军事方面的专家 老A命令 尽快把他给除掉 好 这次任务拟任之行 暗杀是你的强项 不得有任何的审视 放心 你 敌人要对军工厂采取行动 由老A负责指挥 什么行动啊 首长我是这么想的 冰工厂的这些爆炸点 已经被专家摘除天下一号系统了 我们只要加强警戒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这个啊 由你和洪生团长商量执行 是 看来 得同源头斩断才行啊 谁是老A呢 鸵姐 像这开门湣网再门一时 想在做咱俩 反正цию 坐这位 泰国众长 在没有 migrants 回去还得加班呢 你告诉他 过两天吧 让他直接来找 好吧 咱们走 记住了 明天暗示来接我 好 我让好 怎么回事 报告首长 是首长司机报单 我们才知道是军工厂的首长 用不及证人吗 没有 但军工厂的司机同志说 颜天图同志下班后 被一名军人拦过车 说是军管会的马友怡 要请他们去坐一坐 马友怡 对 司机呢 在派出所做笔录呢 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们保护好检查 把那个司机的笔录 尽快送到军管会来 是 一口 马处长呢 马处长呢 他还没走呢 说出什么事了 要不要加班啊 不用 你走吧 李和 我看首长来了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应该没出什么大事 他们去找马处长谈工作去了 我走了 不走了啊 首长 马友怡 你派人去接颜天图了吗 没有啊 我打算下班以后去看看他 这一阵子一直抽不出时间 怎么呢 他被害了 什么 我得到情报 敌人要启用特务 有一个行动 目标 就是军工厂 我正在军工厂 布置 警戒任务的时候 没想到 颜天图同志 就被暗杀了 我觉得 这两者之间 肯定有什么联系 颜天图同志 比军工厂的设备重要一千倍 是 在重庆 没有人知道他的价值 一定又是那个老A 分析得对 看来 他们杀害颜天图同志 是一箭双雕啊 喂 是我 等一下 首长 事情被趋 红团站的电话 红山啊 是我 首长 陈吉忠跑了 什么 陈吉忠跑了 陆桑 什么冰角 他肚子疼 快扶他躺下 是 这是他吗 不是 这是吗 对 刚才是极信长焰 我们还得虚弣硝烟 你们两位同志到门口去警戒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吉忠在逃跑前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他昨天说过只要能出去就要去青年厕店报信 还说过了街头时间不跑就是死 没想到他还这么跑 郝大哥 你能配合我们调查 我们会接着的 带下去吧 切上吧 切上吧 首长 根据报告 在微博过程中 我们确定基础的神迹中最后还是跑了 现在怎么办 万明啊 到 你马上去通知重庆的公安系统 叫他们监控和排查重庆市所有的医院私人诊所和药店 一旦陈吉忠出现 马上把他抓住 想让他反抗 可以击毙 是 我马上去通知 控制 到 叫你的人 把青年书店周围布控起来 防止陈吉忠去那街头 是 首长 我有个想法 我们在青年书店是不是也可以搞一次偷梁换猪 你是想用我们的人替换青年书店的人 是 这样既可以有机会抓住陈吉忠 又可以迷惑老A 您想想 特别行动小组的电台在我们的手里 陈吉忠想要跟基地联络的话 只能去青年书店这个联络店 而青年书店里的人他都不认识 趁此机会 我们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 好 一箭双调 天长 去知情 是 入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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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电报马上发出去 好吧 跟我来吧 来 里边请 这地儿就这么安全 没问题 这是国防部三年前选的地方 非常的安全 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啊 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你看 这儿到处都是书 很容易点着 这大火一着啊 连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这国防部就是有油水 你现在不是也端着国防部的饭碗了吗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对对对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索性把你的家底都亮出来 让我们也开开眼 不是 就是 家底 什么家底 我就这一台 就这一台 这一台 那你被捕了 哎 追 뭐 开 开 开 首长 抓了一个 打伤了一个 行动也算成功 说说明天的计划 首先我们要找两个合适的人选 代替伙计跟经理 田亮 咱俩都不行了 都和陈其中打过照面的 首长 您看这样行不行 让万秘书扮演下伙计 好 经理的人选得找一个合适的 军管会的人不行 要注意保密 只能从军管会以外来找 那您看 派出所的谭罕和所长行不行 他跟我们一起参加过 抓捕特伙的任务 他行 连夜通知他 明天一大早 初点必须开业 是 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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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你一晚上没回来 我不在这儿 我在哪儿啊 不是 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了 好吗 田亮 我在哪儿等你都无所谓 我 你不回来 我不可能睡得着的 我说我要保护你的 可你之前任务也不告诉我一声 你不知道 我在这儿担心死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给你刹断个事吧 好 以后你再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你告诉我一声 谁弄在这儿担惊受怕的 我现在执行的是一项秘密任务 不能告诉你 你执行的是泰山计划吧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王周远告诉我的呀 他说你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叫泰山计划 王周远还嘱咐我了 说我以后要多多分担你的工作 嗯 我知道 秘密任务嘛 你不告诉我 我不快得问 这天都亮了 你还没吃饭吗 我菜也就饭 别别别别别麻糊了 我我真的不饿 那吃点水果吧 白白火 月儿你这 还热的时候是香蕉要好好的 这 怎么一晚上成这样了呀 你买的 不是我买的 欧全给我的 那苗师傅转给我的 我本来想还给他的 不是 这我看这 这别吃了 好吧 你们问 这香蕉怎么味道有点怪呀 这 真的是欧全给你的 苗师傅跟我说的 就放在传达室了 会不会有毒啊 我去找他去 哎 来里开 那是 那是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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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走 我不会 我去哪里 你 你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